你這麼冷喔 好冷喔 我打冷戰是這樣子 好冷喔 可以嗎 對啊 是不是因為太冷了 我們在陽光下降 我們就吃個火鍋好不好 這附近有火鍋 有火鍋 而且我站有一家 是直接產地直送到餐桌的火鍋 就是它那邊的野菜是自己種的 你可以自己去採 然後火鍋就直接吃 好啊 迫不及待對不對 對 好 跟我走 上車 想跟你打冷戰的樣子 剛剛有說嘛 新鮮的嘛對不對 產地直送 我們直接來產地好不好 老闆娘嗎 老闆娘 老闆娘 你好 你好 老闆娘 請問這是米糠嗎 還是什麼 對 現在這邊可以採的 收成的這個菜是什麼菜 這個是紅卷 紅卷 它可以生食 這個嗎 這可以生食 包肉片吃 烤肉吃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把這整桌 拔起來要怎麼弄 它要一片一片摘這個比較大鎖的 有沒有 把它翻開 然後從最下面的那樣子 其實很脆 它很嫩 妳摸它 超嫩 這是最外面的 好舒服的觸感 真的耶 好像在摸那種絨毛還是什麼 這也可以插花吧 我對不起 待不出門是不是 你可以現在想像 這裡面夾了一塊肉 然後這樣把包起來 韓國吃法 然後有很多的蔥 薑 蒜 然後這樣 爽 你那什麼東西 沒有肉是不是 你這個吃喔 你不叫我吃的意思嗎 這個啊 我以為你講完 然後這樣看我 是叫我吃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我的 對啊 很燙喔 像五花肉很燙在裡面 而且還有那個蔥 是喔 背還握上線 烤烤烤 好好吃喔 你不叫我是不是要吃的 真的可以啦 你不要吃到根部就好了 對... 甜的耶 淡淡的 就是很新鮮的生菜 對不對 很新鮮的生菜 像咖啡的時候你去拿 那種很漂亮的 覺得只要再加一個芝麻醬 不錯喔 不錯 那這邊這個是什麼菜 這是碗豆苗 碗豆苗 那這個也是要拔葉子的嗎 不是了吧 碗豆苗是 就大豆苗嗎 對 這樣子 這很好吃耶 對 這很好吃 這個就可以摘了 對 這邊都可以摘 不用連根對不對 不可以連根喔 這個 對 這邊 對 我在這裡 我這裡可以 所以我們等一下吃的小火鍋 我菜就是我們自己摘的那些嗎 對啊 然後再來還有高麗菜 高麗菜 超貴的 快... 這個能把它帶多少... 跟你講 這邊 對 剛剛好 剛剛好 好 然後你拿著 然後從頭還有根部卡 這邊嗎 對 大粒 妖嬌 你這刀不利喔 要砍的 用砍的 砍的 我也... 你怕什麼 拿出你的適乃的歷史 我好想一個人啊 畢視喔 畢視喔 而且才差點砍到自己的腳 大躲的啦 那這家的葉子 就直接丟在這裡嗎 對... 就剛好是獅匙北啦 對啊 以前還可以餵豬池 現在都沒有 這個可以餵小白兔的 然後小白兔再拿來餵我們 這是一個悲傷的感覺 對 老闆娘說 對 我嚇到了 所以這樣就一顆 還是還要再剝 不用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是不是 那我就帶回家囉 好 謝謝老闆娘 好 吃得氣 這個太誇張了 對 這個太誇張了吧 我們剛好摘這麼多嗎 其實我們摘真的滿多的 真的喔 你看我的臉 好美喔 天啊 符合啊 各位 就是很適合那種花籃你知道嗎 因為它其實配色很好 我是真的有點像他 那這樣子以後你生肉 我就放你這種 妳是說我走的那天是不是 其實是想要講我走的那天嗎 還有仔細看快樂 不只是菜我們剛剛摘進去 還有海鮮有沒有 很多料都是香菇有這麼大朵耶 對啊 好夾合喔 你今天下去 可以會吃得飽嗎 這一定吃得飽啦 大豆苗在火鍋區比較少見 我好像沒有看過 對啊 豆苗也不便宜耶 是嗎 有一陣子 對 我媽媽為了要買火鍋 我說這很好吃 大豆苗怎麼沒有 然後這不便宜耶 然後還蠻多的 裡面一鍋比較特別 對 因為這麻辣鍋嘛 然後我這個小火鍋 這個是吃薑母鴨各位 很難得在火鍋店裡面 居然會有薑母鴨 對啊 薑這個東西 也是老闆還會這邊自己的 重一點 重 怎麼樣... 椒母鴨怎麼樣 對啊 蠻舒服的 我覺得薑味這樣是剛好 不會太過的 有些椒母鴨會薑放很多 你的湯就有點過辣 但我覺得真的很棒 回來吃到薑母鴨 可以嫩... 好舒服 可以耶 而且剛才有時候 你去外面吃 它都是跟薑就很像麻辣家 它先炒過嘛 所以它有時候肉啊 它會比較... 柴 或者是比較嫩嫩 但是這個鴨就比較像 你在吃那種專門去吃鴨料理 或者是煮鴨 或是那種香酥鴨的那種感覺 它肉是嫩的 那皮是Q的 你看這裡面 好香喔 這有到我驚豔到的這個 這個有到我驚豔到的這個 所以我的麻辣鍋裡頭 也是有放薑皮 對啊 我來喝喝看 這是不是有點中藥味 要不然為什麼你喝起來 有一點羊肉湯的感覺 到地的四川 真的喔 很辣耶 蠻辣的耶 對 我是後勁很強啊 看你喝下去之後 它那個辣是從喉嚨裡面 對 辣 它這個辣會讓你一邊流眼淚 一邊流鼻水 你還想繼續吃 高等你一直吃 也是吃不成 然後再配它的菜 熱戀情 那我吸氣 新鮮的感覺 又愛給我可是說不得放 對 其實菜幾乎是新鮮 你真的是吃得出來 包含你如果煮得差不多 就時間不要過久的時候 你去吃 它那種脆口的程度 跟它每一個菜會有不同的香味 其實在嘴巴裡面是顯得出來 我剛剛吃那個大豆芋芽 它會伴隨薑母羊 味道不是很厚重 但是你吃得到那些香氣 再聽到大豆芋芽 脆口的那種感覺 跟薑的這個是大從心裡流起來 而且我老實這樣 海洋這邊這樣真的很怕 所以你一般我就必去吃啊 你們只要吃這種新鮮的野菜 都不便宜 那這邊它是新鮮現材出來 還給你這麼多種 而且塞這麼多 我必須說 這種天氣了 我還要山上 溫差大了 晚上的時候 我來吃一個這個鍋 菜又是新鮮自己種 還可以吃到薑母鴨 而且一人一鍋 像這樣我們還可以穴一下湯 我必須說 我覺得薑的味道 很棒 很搭是不是 在這個時候 還是你們百賣薑母鴨 拍一下在隔壁這樣你知道 我覺得可以啦 然後整條街其實好像很多火鍋 那都是同一個啦 都來到阿里山了 特別找了一家 我跟你講 來阿里山一定要吃過 如果沒有吃過 你不要說你來過阿里山 你知道嗎 它是吃什麼喔 我不知道 它是無菜單啦 你不要反應那麼直接嘛 它無菜單 所以我不知道它這一季 它現在是吃些什麼東西嘛 這看起來是賣茶的吧 因為這邊阿里山這邊茶很有名 你看對面就有很多是賣茶的嘛 所以開車經過的時候 通常都會錯過這家店 你會覺得它就只進一個賣茶的地方 其實它是一家很厲害的菜單 過年就是要點這種無菜單 然後大家要這樣做一桌這樣吃起來 更好 走 我們進去看 為什麼這個無菜單料理 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應該是說它的這個無菜單料理 不是大家想像 可能去宜蘭啊 或者什麼那種想到無菜單 可能會想到那種很大桌菜 對 然後那個 這是家庭式的是不是 對... 就有點像是 到人家家做客的時候 家裡有什麼菜 或者是這時候他們採生 有什麼特別好 好溫馨喔 對啊 像現在秋冬嘛 高冷酥酸 高麗酸一定要有什麼 就是中心的 而且來到這邊 不要小看這個 阿里山上的 他們這個扁豆才會長這麼大片 你沒講我沒發現 是蠻寬的喔 真的算偏大的 好脆喔 紓壓吧 好喜歡 這個口感我愛 真的很脆 就有點像在別人家裡面 對啊 很溫馨 你看就連飯也是地瓜飯 我好像只有看過地瓜西飯 沒有看過地瓜飯 比較少 可是你剛吃了一下 因為我去吃一些自助餐 比較便宜的自助餐 不然也有地瓜飯啦 是嗎 對 我想說你們可能過比較好 我們第一家不是有 很厲害的豆腐嗎 沒錯 這也是紙桌來的 紙桌 而且連這個山葵 也是阿里山這邊的 新鮮的山葵 現磨的 對 我就喜歡這種 新鮮現磨的山葵 因為它吃起來不嗆爛 然後又有味道 它這樣子弄就反而會有一點像 皮蛋豆腐那種感覺 對... 所以就簡單一點醬油膏 然後你就主要吃到它黃豆豆腐的香味 這時候再來一點那個山葵 可是新鮮的山葵 而且現磨的時候 它不會像一般這個芥末 你只要吃一點你就覺得 會不會沉了 不會... 反而是一個香氣在 葡萄瓜的甜蛋也是滿厚的 又一樣喔 裡面滿滿的 對啊 它給很多 它這個其實要做的不簡單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瓜應該是會出水的 然後它可以做到沒有出水的地步 葡萄瓜的這個有點綠綠的 有點像我們吃 哇還是一些什麼時候 外面那一層比較 有一點口感的那個皮的樣子 馬告四蔥雞 老闆娘剛剛說這種做法 比較是他們宗族的做法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四蔥跟馬告 不是讓你一進去的時候 味道會很重 因為馬告那個香氣 其實起來會比較明顯 我反而覺得它是有尾韻的耶 對啊 你吃完之後 吞下去之後 它的味道才慢慢上來 然後有點類似像花梨的味道 就是那種香料 對 然後它的肌肉其實 這肌肉在運動做很多 對 就是可能前進100公尺 跑13秒之類的 很快喔 很快喔 就裡面特色的啦 Ginaf 小米的 對 然後裡面就是鹹豬肉 或者是豬肉塊 自己給自己一個進場音樂 好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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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這個比較軟 這個比較紮實 紮實 比較有口感 它裡面這塊肉好好吃喔 是肉吧 我覺得它特別的 它還有一個甜的口味 他們是用高粱小麥 去做的這個外皮 它這甜的是有很完整的 一個花生皮在裡面 好吃 真的很好吃耶 這個 這吃下去很像 我們在吃麻糬的口感 像它這邊很厚對不對 但它不黏牙喔 它帶有Q勁 有咬勁的 它裡面那個花生醬 感覺是熬煮過 不是像花生粉那樣子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是很香的 然後外面這個葉子 反而沒有我想像中的 那個味道那麼樣的重 然後裡面這個甜度 我覺得剛好 主要是口感很棒 像小鱗嘴的感覺 它泡的這個茶好好喝喔 這個是烏龍茶 然後還有蜜香紅茶 都是他們自己種的 所以他們在這邊還有講一些 他們泡茶 或者是製茶的時候 過程大概就差不多了 這真的很像在人家家裡做客 然後吃完飯之後大家喝個茶 然後聊個天 走春嘛 就是有時候走到別人家這樣子 過年就這樣悠閒的過 對啊 很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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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